聽說一家早餐你也好不好吃 就是要看他的鮪魚蛋餅 天啊 如果不好吃怎麼辦 大家好 我是濃濃 我現在人在機場捷運 因為我等等要搭飛機去西班牙找我的婆婆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我今天就是要去林口 因為我平常從屏東搭國光客運都會經過林口 然後我就看到林口附近好像蠻多美食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特地去林口吃Google CC的美食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前天我從韓國玩回來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整個人就很不舒服 要搭雞姐的時候就癱瘓在那個雞姐那邊 然後就躺在那個柱子這樣 啊 要死掉了 這時候呢 雞姐有人突然出現了 他們突然說 欸你要不要幫忙啊 然後馬上推輪椅 然後我扶到旁邊休息 那每次搭雞姐就會喚起我這個回憶 啊 真的是很感人欸 耶 才不到半小時 竟然就到林口了欸 雞姐真的超方便 欸 entreg 煞 我覺得我剛剛一直在講雞姐好話 欸、雞姐沒有照業配喔 歡迎雞姐照業配好不好 我看到網友啊 有推薦一家早午餐 我說聲音超好的欸 我剛剛看一個Google評論 有一個常客留言說 他都會特地從台北淡水泡來這邊吃他的早午餐欸 我現在馬上就好來找早午餐 你們知道NFCO是什麼意思嗎 NACO就是林口的台語 這麼甜言說台語就是國際語言欸 還訂閱我頻道學台語 然後台語小天吼勒 那我們現在就去吃早餐去囉 後面都是排隊人潮耶 哇 然後你看我現在蹲在這邊 我們在點早餐 剛剛老闆說 蛤蜊系列必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點一個蛤蜊 但是我們現在吃得完嗎 可以啦 真的喔 今天我們的企劃改叫什麼 大衛王 三人大衛王企劃 我們等太久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狂點了 現在大概知道 我們現在的道餐是 6-7-8-9-7-11 11到 看到這個評論上 大部分就是吞蛋餅 蘿蔔糕跟炒烏龍 我們點了一個薯餅 起司蛋餅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鮪魚蛋餅 你聽說呢 一家早餐店好不好吃 就是要看它的鮪魚蛋餅 天啊 而路不好吃怎麼辦 沒有啦 開玩笑了 有玉米耶 嗚呼 鮪魚 它還焦胡椒粉 它的那個蛋餅餅真的很特別 酥酥脆脆 超像蔥牛餅的 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鮪魚蛋餅 這個鮪魚蛋餅就過期 它一定都好吃了啦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那你看到這邊吧 起司鮪鮪蛋餅 我一定要沾番茄醬 然後沾那個雞塊的番茄醬 對 它裡面有起司喔 滿濃郁的耶 我們點有蘿蔔糕 還有豬排 加蛋 你們有聽過一個笑話嗎 加蛋要5塊喔 然後那個就說 喔我真的要出去外面蛋 5塊 你真的怎麼進來說好的 台語的笑話 加蛋就是那邊等的台語 加油 有不一樣的口感 你可以先吃要豬肉 然後再吃要蛋 再吃要蘿蔔 然後廢話嗎 網友也有推薦說 它的炒烏龍 我超愛吃烏龍麵的耶 蜂螂麵會很成功 味蜊肉是會太酸 味蜊好吃啦 南鄉蛤蜊義大利麵 哇這個蛤蜊看起來很大特欸 蛤蜊超讚耶 這是鹹水的齁老闆 是喔 喔 好吃喔 雖然覺得我來到海邊的感覺 紅醬鮮蝦燉飯 第一次吃到燉飯上面直接放的很好吃 那個番茄的尾酸的味道 這個就有點像戀愛的感覺 SOMBIA SOMBIA 牛排湯種的總會 這感覺嘴巴桑超大的耶 我相信我可以一口要吃 我覺得這個牛肉呢 它是沒有牛燒味的 但是它裡面也沒有用過多的調味料去調味 非常Normal的味道 然後呢 Normal就是一百平三的 只是一個嘴巴可能要這樣大一點 然後女生來吃的時候就不要跟男朋友來 除非他已經像一個嘴巴大樣子的 吃看看他的後面廚師 有些後片骨是會烤菜乾 自己做Begos 我就知道這個麵包到底乾不乾 濕不濕潤 想要泡麵包 你就太弱了 我覺得他的麵包那個質感裡面非常軟嫩 像我自己非常喜歡吃這個便便 我喜歡這種硬硬的感覺 那你們喜歡吃到底去不去麵包後片骨 因為店員的服務不好 所以在會面等待啊 我覺得沒有不好啦 他們可能真的是人太多 所以比較忙 然後忙起來可能就miss掉笑容了 可是大家還是都有對我微笑喔 是我想的咖啡嗎 大家還是要多多體諒服務業喔 因為他們也是很辛苦的 我們現在就去林口餐跟店員附近 找美食囉 我剛才吃早午餐的時候啊 老闆跟我聊說等待要去吃什麼 我就說要去吃王季蔥油餅啊 然後老闆就說 今天禮拜日有可能不會開喔 然後我就 帶著彈特風暗的心情來到這邊 他竟然有開 我真的差點感動到落淚 我慕名而然就是為他的食品甜甜圈啊 聞起來就是熱量的味道啊 我最近有一句名言 好吃的東西就是零熱量 嗯 你看好多糖喔 好好吃喔 好幸福喔 他的外皮炸的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是軟嫩的 沒有熱量沒有熱量 JJ超喜歡吃脆皮甜甜圈的 你看 啊 啊 來到我就是學生超推的豆花店 然後糖冰竟然是這樣一球一球 全部都是歐頭冰 啊這是歐衣 歐衣好Q喔 下面真的是滿滿的歐衣 而且好像一碗才40塊 CP值還滿高的耶 我覺得真的很酷喔 自己是吃的啊 耶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些 林口四星美食啦 肚子現在已經撐到爆炸了 來到林口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Outlet 那我現在去逛Outlet 包括我現在肚子裡所有的東西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還有其他林口美食要介紹給我 不管你喜不喜歡今天的影片 都要幫我訂閱按參加分享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要等到餐點全部上網 我們才要看就是這麼的堅持 可是看起來很好吃耶 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先開新牌的 真的啦